中文字幕志愿者 结合无区专网物联网等AI智能化的立体厂房 占地1.6万平楼地板面积约10.5万平 将可以创造1.3万个就业机会 预计2023年完工 以土城来讲它不只是交通的便利 而且它里头有这么多的厂商 未来我刚刚也报告过 未来我们的园区里头还会有所谓的 会提供给对于AI的创意 它的研发相关种种的 我们会提出这样子的场域 其实这几年常办市场越来越夯 以土城而言工业区发展超过40年 由鸿海 郑威等大集团进驻 成为工业投资的瞄准的二区 连进工业也来开发 园城总交易金额更从2016年的43.27亿元 2019年更只有10.5亿元左右 不过今年大幅成长 投资金额跃升到104.08亿元 它本身是一个承受发展的工业区 那第二个这个区域已经有捷运经过 蓝线在这些厂商 他们在选址位置上面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利夺 有捷运又临近国道 交通便利性高 加上台北市厂办 租金柜又供不应求 当新北吐城 趁势崛起 参举许指求方向新北报道 到这里 到这里 入口中 渡航 节响